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及时零一的这个车 好吧 因为董玄还是比较信我带着去开的 因为我会给他讲解一下整个的过程 然后今天的这些场地是不是这些科目你之前的日子里面开车都 从来没有遇到过 也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路况 没有感受过 是吧 行 那大家就找找看一下这个没有感受过 比如说相对比较极限一点的加速刹车 然后包括侧坡那块还30度的角度的坡 那今天董玄老师跟及时零一对吧 之间的配合怎么样 好 那我们上车 全靠你了啊 好 老师 我先带你开一圈 我定了一台这个车 就录完节目中我就定了 因为我想把那个我那个在三亚有个车换了 这样就是之前你接触过这个相对就是快一点的加速刹车呀 侧坡这些的场景吗 没有 一脚油门踩到底那种 你说你没接触过 是吧 今天就是说实话这个及时零一他们这个场地的设计 其实还挺刺激的 尤其你看那边那个远处那个30度那个坡 角度挺大的 那个是咱俩不用开上的 咱俩需要开上的 没事那没事 我这个天天干这个你放心 然后咱们现在这几个项目给你分别介绍一下 这会有一个直线加速 然后有一个全力制动 因为你有可能没机会全力制动 这方你感受一下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穿装 然后那边远处有一个斜坡 就是倾斜的角度会比较大 然后会有几个馒头包 然后你感受一下 这个会跟你一般的这个认知多少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咱们这个是一个加速的模式 加速模式的话 我们把悬架给它调成运动 因为这是以后你自己有个车 你也知道怎么设置 我也学习一下 然后这弹射模式 然后现在等于是弹射模式的话 这个车它发动机就启动了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它电池会供给功率 然后会给这两个电机来提供动力 那同时它前面那个发动机增生器 它现在等于是弹射模式就是最大动力模式 它也会启动再给电机提供一部分的动力 所以这等于是两个动力单元一块给它 行 那咱可以试一下 你都做好 咱们现在就会直线加速到前面的橘色装孔的位置 然后我会全力制动 全力制动的过程中 这个肩的这个位置会压力会比较大 你感受一下 日常的过程中 有可能你也会在自己开车上感受全力制动的感觉 就是急杀 是吧 就是全力制动 你会感觉到 这样 你感受一下 没事 这个会跟日常的 会跟日常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没事 没事 好 咱们现在加速 这个车加速其实还挺快的 前150千瓦电机后200千瓦电机 好 咱们走啊 你看这个感觉 哇 没刹车 我的天 感受一下 你感觉我的心脏已经有那种 有那种魂在后面的感觉 是吧 天呐 刚才咱们的这个就是全力的加速跟全力的制动 因为电车它的优势是 因为它电机劲儿比较大 所以它就容易把加速做得很快 然后这个全力制动呢 刚才你也感觉到了 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我们日常的过程中 这个只有在这种场地才能感受你 平时开车是感受不到这种 不 这个其实有意义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高速过程中 前面突然间出现了紧急情况 一般咱们自己开车比较柔 前面高速的过程中 你可能存在着说 我需要必须的全力制动才能躲开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这个的话 你是尤其女孩是不敢踩到底的 你就会比较柔的踩 但是这时候你就追尾了 你在高速上一旦前面追尾踩不到底 你就会迅速被后面 所以如果你能全力制动的话 没准就能停下来 或者是临近的时候 把速度减得很低 你就能躲开 所以这个全力制动的这个项目 还是对于一般日常有很大的意义的 在这件事 平时先感受一下 平时先感受一下 万一有阶级情况的话就有帮助 这个董老师 你又突破了自己第一次这个 第一次感受 日常以后的你有几次感受之后 你就敢踩踩踩踩踩踩 然后咱们现在这就可以把它 把它这个弹射模式变成运动模式 变成运动模式 其实平时开这车就用运动模式就行 是吧 都无所谓 你舒适模式标准运动都行 然后能源模式你可以是纯电优先 它这个车是其实可以纯电 也可以就是油电混对吧 对对对 就是没有油的时候 它自动就切换成纯电了 一般是先没电 然后再没油 没有油 所以还有电 那个也是比较少见 对你没有电了之后 它油的话就会自己启动 同时你也可以像刚才咱们的弹射模式 就是强制的 我告诉你现在我要最大动力 你现在就把发动机给我起来 哪怕你有电 这种两种模式是ok的 咱们现在这块是 刚才悬架是搁的运动模式 现在是一个穿装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去躲这个障碍的 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几个装很小 大概就四五个装 所以咱们不需要开那么快 你感受一下 会有左边右边的摆 也跟你日常开车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咱们感受一下 好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速度 它有可能会过不去 对 但实际上就会发现说它能过来 对 这个就跟一般开车还是有些许不一样 对 是太不一样了 可能咱们一般开车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那么多次左边右边摆 对一般就是一下两下 躲一下就行了 对了 这个项目也就意味着 你看这个及时01这个车 它个头比较大 是五米级别的这样的尺寸的车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 咱们把悬架调成运动之后 它整个的减震器里面的阻尼是可调的 所以它就会相对硬一点 你要想软一点的话 你像现在这几个模式 马上不就是几个减速带 就可以把它调成软 它就会整个软一些 软一些的话就舒服一些 就是它过减速带的时候 就不会咯咯咯咯这种 对它这个咯咯咯咯就会小一点 对尤其是跟你原来家里那样设比 那辆车 我那个车就是家里谁都不爱坐 很嫌弃 但是女孩喜欢因为有安全感 就是跟这车一样嘛 它个大就会有安全感 我夫人原来想买个小车 最终也买的是个特大的车 女生开大车我觉得还挺酷的 我喜欢女生开大车 对你看这个感觉 其实就相对比较柔艺 对 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那种 好 现在呢 这块你能看到前面呢 我们到了这个障碍 它前面是三个馒头包 它这个馒头包的过程中车轮会离地 嗯 你那个 你自己搭那个车呢 其实最大的惊喜 它就是机械的锁 你自己开那个车 但是呢 这个及时零一的车呢 它为了保证这个 它虽然是个电车 因为电车电池率比较重 所以它就在前后桥的位置 并没有跟那种硬锁 因为它是长途穿越这种车型嘛 那它呢 用的是这个电子线滑 什么电子线滑 就比如说我这个轮子架空了 那边有一个悬空的轮子 那个轮子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给它限制它的话 它就会把所有的动力 都浪费在那个轮子 车就走不了了 就是很多车 为什么普通家用车 它有的时候在沙子里面 或者是有的在障碍里面 它走不了 轮子打滑 打滑 那就是意味着 它那一个轮子 就消耗了整车的动力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电子线滑的产品 它什么呢 就是咱每个车不用刹车嘛 刹车系统 会在你打滑轮子打滑的时候 它就会用刹车片去卡 这个打滑的轮子 这样的话它那个动力 就会一定程度的 给到那个没有打滑的 就是还是有附着力的这个轮子 这叫电子线滑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我好像听了 但也没听懂 没事你就知道说 可能它就会有一个 等我这期节目等 等你录完这个视频 我再回再打 我先慢慢再看一下 可以再看一下 对 我们现在就可以切到山路模式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脱困的模式 它就会让这个打滑的轮子 减少打滑 就避免说这个动力消耗了 我们就走不了了 对就不会陷在里面 一般的车走这个障碍的话 它可能第一下都走不了了 对 你看我们现在呢 它会上了这个障碍 我轻轻的给一点点油 现在在外面的姿态 我可以拿这个360环影 我们就可以看 你能看到 比如说点轮毂的模式 这边是两个轮子 这是左轮子 这是右轮子 你看它现在咯咯咯咯这个声 就是刹车系统正在卡这个 打滑的轮子 对 你看咱们左前轮现在就是离地的 因为左前轮现在这没东西了 它是离地的 所以它需要把左前轮给进行一个制动 卡住 保证它能有动力 它其实就能过来了 否则的话 一般车到这就过不去了 这是一个机械方面的事 要不然这个 你说这样的车 它是具有一定越野属性的 具有一定长途穿越属性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功能的话 看起来挺威猛 也有带着越野轮子的版本 结果到了任何一个困难前面 直接都走不了了 对吧 其实很多车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看起来它就是 它是个越野车 但是它实际 它可能不太能越野 但是即时这个我们是确实体验过了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那一集的节目里面 因为还没播 对 我们是在海口 我们这次就是主要体验就是在海边 然后涉水的那些 海边涉水 因为他们前几期都是在山路 然后陡坡 什么这些 沙石路 他们都在新疆 对 我们这一期就是主要是海边 然后有那个泥沙 这几嘉宾都是 我和佟丽雅 佟丽雅老师挺好 我这个刚去蜡像馆 特别认真的拍了好多佟丽雅老师 那个做的还挺好的 对 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障碍是一个斜坡 就这种斜坡 你看这个即时标的这块是个斜坡 它设计的最大角度是28度 咱们基本上应该能到25度左右 应该到不了28度 也 我这个位置 如果你坐这个位置 你会觉得更害怕一点 因为它更 更抖 因为我在外面 你那个位置还好 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好倾斜的感觉 你感受一下 今天都是突破认知常规的感受 这就是慢开吧 慢开 不会快开 越野过程中是一定要慢的 就是没有说特别虎的那种特别猛的越野那种都是大哥 这行吗 行 没事 不是我怎么看你 没有 这个角度 你看这能写的26度 这块的角度26度 这不会翻过去吧 不会 咱们快下去吧 你看咱们在这也是26度 没事 这个角度是没事的 翻过去 你放心厂家设计的障碍都是在它的车辆可承受的极限范围内 但是也挺吓人的 我也没看过这种鞋坡 是 我们一般在实际过程中这种的越野场景 这种鞋坡也遇到很少 自然环境里面 就是场地我们是完全没问题 自然环境里面遇到这个角度的鞋坡 我们就得必须得有人下来看 前面指挥着说往左往右一点 咱们感受一点这个大哥的一点 这个咱不上吧 这个上 没事 这个我告诉你的逻辑是啥 真瘦吗 这个 他们怎么跟我说这是车自己上去的 车自己上去 对 现在是这样 你看 咱们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个叫越野巡航的模式 越野巡航已暂停 加速后可恢复运行 现在这个模式它自己慢慢的用最合理的动力分配 就是系统来决定了前两个轮子 哪个轮子抓地力更好一点 它自己会进行切换 它自己非常精细的去控制电门 慢慢的爬上去 大概以5公里的速度 就可以设定5到17公里 17公里走它就太快了 就是5公里的速度慢慢的再往上走 然后我一会开始的时候 我会把脚抬下来 就是不让我的脚去踩油门刹车 它就会带着我慢慢上去 然后同时下坡我也不踩刹车 你会觉得突然间挺快 然后摊刹车了 就是它车会自动的 它会自动的下去 但是你在顶上往下走的一下子 会觉得说好心理没底 但是克服一下就马上它自己就会刹车 对有这么个感觉 好咱们就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刺激的一个 最刺激的 这每个项目 都挺刺激的 对你来说都挺刺激的 这也行 好 我现在把脚松开了 你看这个脚在这 它就会慢慢的上 它两边立这个杆子 就是为了说让驾驶者能知道 我现在这能在整个坡道的什么位置 距离感 对 你看要不然咱看天了 反正啥也看不见了 对 咱们看天了啥也看不见 然后现在我没踩刹车 它自己会稍微快一点点 然后会被刹车 你就是哪都没动 没动你看 这就叫越野巡航模式 这挺有意思 这也好玩 再来一次 你可以自己开一次 因为不难 这个就是由车辆的整体系统 来感知到角度 感知到各种动力的情况 所以就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动力分配 然后以咱们限定的速度 然后之后它到坡顶 它发现说开始下坡了 所以就变成了自己开始刹车 这个感觉 也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自己去控制这个车 其实车呀电子产品 到最后都是机器人的部分 可以更重一些 我的手心都是汗的 我天哪 手心全是汗的 这个在海口没体验过 没有 基本上因为全力加速 全力制动 包括穿装 包括馒头包 侧坡 然后这30度的坡 就跟一般常规的人 董老师之前的驾驶习之类的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从来没体验过 认知是有一个 今天被及时另一给洗成一个新的 对车辆的高阶性能 或者极限性能的一个认知 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 四舍五入我也感受过了 虽然还落了 是不是还不开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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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